我们来讲故事吧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吧 讲一个恐怖的故事 在一个晚上 黄野的大西部下起了大雨 还刮起了大风 野兽们都在这个时候出来了 为了寻找食物 他们会在晚上去寻找食物吗 有些动物会在晚上吃东西 是那些野兽哦 勇敢的牛仔佩德罗 独自一人待在帐篷里 但是它一点都睡不着 因为有什么东西就在帐篷的外面 是不是有野兽在外面呢 这是什么证意 一定是野兽要来了 只是一只小小的鸟 非来参观佩德罗的帐篷 我刚才还以为是一只老鹰呢 老鹰就生活在狂野的大西部 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妈妈 大家应该要回家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玩假装睡觉的游戏呢 大家都回到帐篷里去 晚安了 我爸妈 晚安 牛仔佩德罗 真高兴 没有野兽出现在我们的帐篷外面 是野兽来了 是一头狼 是的 那是我的爸爸 我也不fat了 我爸妈